在台北市立动物园 竟然有民众朝鳄鱼池丢硬币 疑似要许愿 导致鳄鱼裤龙身上 有一个个硬币 心境非常可恶 我觉得是还蛮没有功德性 而且对动物来想 也可能是一种伤害吧 台北市立动物园 每到假日人潮常常爆满 但原方却在马来长吻鳄池里 看到硬币付出 马来长吻鳄 平常就是不动的状况 所以有的游客可能会想说 他是不是还醒着 所以会有一些想要看他动的这种想法 但也有可能跟许愿的 这个民俗的想法有关系 民众有缘时 要注意不要做这些NG行为 除了不能乱丢物品到动物身上 也不能随便喂食动物 拍打玻璃 更要注意轻声细语 才能观察到动物最自然的模样 不动的NG行为 目前暂时没有法条可以规范或处罚 动物园只能一再呼吁 希望大家都能尊重动物的生活空间 当个收法的游客 记者王志文 叶宇娜台北报道 在这个里头 跟一般的XO酱不一样 就是他用料食材真的是五星级来 其实就是你可能烫个青菜 然后你就加一点干贝酱 或者是炒饭的时候加一点干贝酱 其实就很够味了 来五星级料理到快点够 就可以买得到 有需要的朋友呢 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资讯了 我们下期再见